我会把影片录下也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也是因为学校的阴影就是未来 现在习惯就是超前部署 所以希望说未来即便 假如有一天是真的没办法来上课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远距的方式 做授课 所以我也一样会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这个连结 参数 这个有时候它这个换行你可能要把这个后面加一下 它应该是完整的 它好像 连结的时候有时候会少这个下面的 所以如果你们假设遇到刚刚那个状况的话 像这个有没有 实际上 就是可能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连结 直接可能要用复制的吧 贴过来看一下 贴上 这样才就是复制贴过来 不然的话好像会有那个 它后面接有接不上的问题 这样就OK了 这可能要再修改一下 我再看一下 OK 那每一次上课我基本上都把影片录下 上个礼拜 我们主要就讲了2014 2014里面其实这一集还蛮复杂的 里面包含就是说 比较重要就是整合什么 Excel跟 PPT的部分 也就怎么样把那个Excel里面的效果 也可以把它放到那个PPT里面使用 OK 大概是这些东西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继续再来看那个 206集 206的话呢 基本上请各位待会 稍微看一下 第1个 他这边其实前面他有个题目说明 这个说明的话呢 这题目叫名言家具 也就是说王小明 假设这个学生 在看完一本 简报书之后呢 然后要像什么 要像那个老师和同学分享心得 那他将什么书本中的名言家具 做了 一张张的投影片 并且利用那个简报书中的 设计概念 王小明已经使用了 类似像这些 我想你自己再看一下 然后他当然 特别注意 简报就是简单的叙述 你不要说把 整篇文章全部打在简报 那是非常失败的简报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有个重点 就是说 从影片里面 尽量 符合一个要件 就是一定要什么 简洁 清楚 的表达什么 重点 所以关键就是表达 怎么样 简洁而且清楚的 表达这个重点 我想才是 这个设计简报的 最重要的 这个精髓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可能要 这一题的话里面大家做哪些 哪些部分 大概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边总共1 到6这些题目 总共的话他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 版面配置的部分 比如说怎么布满整张 然后 长官笔的这个相关设定 所以这个是有关那个 图片档的相关的 这个尺寸设定 再来的话 还有就是什么 物件的堆叠 顺序 这个要顺序怎么去 更改 这个里面有个重点就是 你必须用之前有一个叫什么 选取窗格 这个是用 动画有动画窗格 选取的话用选取窗格 否则你那个是选不到的 等一下注意一下 再来的话 编辑那个 显示的大小 这个我想请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再来的话 我把这个最后的完成结果给各位 大家修 最后长得就像这样 有没有 字有大有小 然后呢 这上面颜色可以变更 比如说这边可以加个阴影 然后图的话尽量固满 那如果说呢 原始的资料 长得像什么 来看一下 原始的 206题 你会看到206 原来的话是长这样 你看这个是原来的 然后呢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这个是结果的 有什么差别 各位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 从上往下看 这张图 它是希望 有没有 像这样 所以特别注意 尽可能的 如果说将来你放图的话 尽量图能够布满 不要说这旁边有一个黑黑的 看起来就怪怪的 另外的话 还有字的颜色 字的大小 像这个颜色全部黑色 看起来实际上不太舒服 所以你可以把重点 把它换个颜色 字呢可以放大 没错 还有一点就是说 对齐方式 如果文字尽量靠左 这个是基本 这个是一般习惯 约定俗成 你不要说像这个原来的资料 它怎么样 你会发现它有的 就自中 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是文字的话 尽量不要 靠右 或者自中 文字的话 尽量 靠左 那数字的话 尽量 刚好尖早 靠右 数字靠右 文字靠左 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你想说老师 如果说里面有文字 有数字 那就当文字看待 OK 这可能要 特别 特别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 它的第二页 打动人心的 这个几个字 当然它有大而小 可是 跟完成它要求的有什么差异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最后做出来的效果 当然最大的差别是 刚刚那个感觉 黑白的 其实黑白给人家感觉其实 并不那么舒服 所以其实也许你可以换一个颜色 字的大小也许可以调整一下 请各位先稍微把那个206题 稍微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另外的话 如果已经到的同学就先那个 这个 线上签个到 再来的话 我们按照这个题目要求的部分 来做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 他说编辑投影片 这个图片 而且要维持 长宽比 就是不能让它变形 并且让这个图片大小 不满整张投影片 另外顺便说明一下 第一个 怎么不满 第一个的话 切到这个画面 那怎么不一把它移到什么 移到 左上角 二的话把它整个填满 所以拉到 右下角的部分 放开 刚刚好就一整张 不过会有个问题 后面的东西不见了 那怎么办 一般习惯是按右键 可以把它移到最下层 有没有 你可以按右键 去移动它的位置 移到最下层 不过 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因为它有个顺序 按右键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移到最下层 可是问题 它好像会有顺序 它顺序是什么 我们第二个来看 它希望顺序是图片 第一层 第二层是标题 第三层是 刚刚的这个东西 所以 第三层OK 可是这两个不确定 我看一下图片跟标题 图片跟标题 可是这个顺序对对我不确定 怎么知道对不对 你可以用常用里面有一个叫做 选取 选取窗格 关键地方 就这个 如果你想知道就是你那个顺序是否正确的话 你一定要懂得 这个选取窗格 不然的话 基本上 很难知道它的顺序 选取窗格 点击之后的话 在这边就出现了 你会看到图片 点它 图片就这个 所以这个也不知道图片在哪里 图片就是在这个小角落 图片第一个 标题是什么 标题是这个 你不确定的话 你点它一下 点这个 它就显示出来 这个内容 就是刚刚这张图 所以其实这一集 好像它右键 把它移到最后面 其实其实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要确定说它的顺序是否正确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我之前要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眼睛关掉 关掉的话 这个就不显示了 然后标题不显示 剩下图也不显示的话 那就什么都没有 这个概念跟用Photoshop 几乎一模一样 Photoshop里面有那个图层的概念 一样可以让你要不要的图层 在Photoshop里面叫图层 要不要让它显示出来 类似像这样 这样应该OK OK把它关掉就可以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 第3个就是 它说那个投影片 投影片一一里面的标题 所以特别是你给它看懂题目 投影片一一里面的标题 的显示格式 所以一一你要什么 先选取那个投影片的标题 第2个的话做什么 取消那个 这个什么标题 这个图案的外框 并且加上什么 先把它取 其实就改成什么 向上位移的 阴影效果 特别叫阴影的效果 那这个地方 第1个怎么做 所以一一我们要先选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标 这个 就这个 所以一的话你就记得 点一下这个框框 2的话 它上面会有设计 格式 格式 那找到什么 这个图案样式里面的什么 它叫什么 图案外框 应该什么 它这边 题目里面是要我们做什么 取消 图案 对图案外框 加上这个效果 向上位移的 阴影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外框里面 有没有 一些 这个其他 如果取消的话 就无外框的意思 所以你就把它 这个图案的外框 把它 变无外框 它就先取消了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 效果 不过它这边 这个地方是 图案 样式 我看它是没有选到 然后再来 再来的话 接下来它应该是 把它取消那个外框之后 然后再来加上那个阴影的效果 那阴影的效果的话 应该是放在下一个 效果 OK 图案的效果 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个叫阴影 阴影的话有个什么 向上 向上 上方位移的 这个选项 就刚好在这里 所以 不过我应该可能要找一下 我刚有稍微 把这个稍微找一下 找到它要的这个效果 当然这上面有很多其他效果 并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你不要选 选错了 它怎么又下方 还有其他下方 其中 上方的这个 点这个就OK 所以先把 外框先变成无外框 然后再加上那个效果 这样的话就完成 它要的这个效果 然后 接下来的话 调整标题 的什么呢 对齐方式 要让它靠左对齐 所以这边对 这后面的话 第一个 文字要靠左对齐 第二个的话 它的文字方块 特别是要找到文字方块效果 左边就是那个框框里面的边界 边界的话 左边界为2.5 意思是说它距离左边的这条线要2.5公分 上边界距离上面这条线要0.3公分 OK 那怎么去做这个设定 一 如果你要靠左对齐的话 请你特别注意 你直接选框框好了 然后二的话找常用 常用里面就有对齐 这个地方最简单 靠左对齐按一下 全部都靠左 所以 文字的靠左对齐非常简单 常用里面都靠左对齐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它要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框 刚刚有提到就是 它的边界 比如说上边界 跟 这个左边界 怎么去调整边界 特别是 这个框框里面如果你要相关设定 要按格式 格式里面这边有没有看到什么边界 如果没有的话 跟各位讲 一样 如果你没有看到边界的话 它基本上会放在隐藏功能里面 在哪里 这个箭头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要找那个功能 请你点它一下 再来的话 找到文字方块 在这里 文字方块里面 你看到 就会看到左边界跟上边界 所以把它调一下 它这个地方要求是 左边界要2.5 上边界0.3 所以把 资料填上去 2.5 然后 上边界的话 0.3 OK 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 距离这条线 的距离就是 2.5公分 距离上面这条线 就0.3公分 OK 所以以后你可以 自己再针对你的需求去调整 这个文字 距离那条线的 这个距离 OK 其他要左边界下 不过这个左边界下边界 比较少用 OK 好那做好之后的话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 这个 C的部分是 简报跟沟通两个字 做两个效果 第一个文字色彩 对 改成深红色 就这个 19200 然后并加上文字阴影 两个效果 字变深红色 所以一先选取要的 简报跟沟通两个字 简报在哪里 这两个字 按Ctrl键 关键 Ctrl键 OK 你不要按锁键 Ctrl键按住再去选沟通两个字 当然如果你不要按锁键键 你要做两次 一次是简报一次沟通 按锁键是可以 可以再去选取你要的 这些字 做什么 把它字 字的话 常用里面会有个什么 文字的色彩 他要的是深红色 其实深红色就是红色的 这个右边 左边这个 深红色 点它一下 如果你不确定 因为他好像有给我们什么 颜色 颜色的RGB 所以你用其他色彩可以 其他色彩呢 其实你会发现深红色 刚好就是 他给我们的 R 就是 红色 192 其他为0 这样的话 也是一样 其实就是深红色 所以我刚刚就直接选深红色 或者你可以 不确定的话 直接到这边选 OK 再来的话 阴影效果在哪里呢 这边发现阴影 这边有没有文字阴影 点选 这样子 就 完成了 OK 所以 这边的话 我们就完成 123 最后当然把这个做完 因为这个投影片11我一次做 那个投影片11的logo 他把它位移 X就是水平 1.9 所以特别注意 我怎么针对哪个图 这个 小图有没有 然后让他做什么呢 让他做 这个格式把它先关掉 在 先选这个 小图之后 按格式 因为我希望位移 特别重要如果上面你看不到效果的话 一样隐藏功能在哪里 在这边 点下去看看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其实会有个位移的效果 在哪里呢 因为他是一张图 所以请各位 记得找到 他的这个上方会有 这边可以调什么 这个才是图 位移 所以你在这个 他的这个格式上点一下 里面的话看看有没有位移 我记得应该是在 在哪里 在裁剪里面 因为我要把它裁剪 所以位移的话 他要我们设定为几公分 1.9 所以位移 位移x 所以1.9 1.29 1.9 OK 这样的话 Enter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怎么样 其实他做别 什么变化 好像从x x就是 水平的 他就向 右本来是1.29 向右好像多了 大概7.9 的那个 这个位移的距离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让这个 图可以向左或向右 那向上或向下你可以位移y的部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 这个题目的头影片一一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其实 如果你们要通过这个 其中的测验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你要看得懂上面 题目的叙述功能在哪里 OK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 很熟练的就把它做出 我要 或者是其实 证照考试 所要的这个效果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很快可以通过了 当然未来 也许啊 当然你们出了社会 如果将来要去 一般的公司 面试之前会有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测验 如果你的工作项目里面跟简报很有关系 他可能就考你这些题目 所以也许如果你将来希望 如果 有需要这个技能 你把这个技能补起来的话 那相对的也许以后对各位将来就业有一定的帮助 再来呢你那个 毕业专题制作也一定会 简报或者你们将来 有些课程好像老师也会要求做决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效果学好 以后的话在很多地方只要秀一点东西 就可以利用 简报做出那个效果 跟那个 其他很不一样 特别是 这样表 才能够展现 你的 专业度 OK 所以在职场上 要怎么样能够 脱颖而出 或者是说你能够 有比较 好的薪资 薪资其实有时候跟你的专业是成正比 OK 那前提 不是说你有什么背景 如果说以一般的 这个 这个 比较来看的话 那当然一般 在业界的话还是以你的专业度 可能 要汇的东西其实 可能不只汇一个技能 可能各种 Office里面相关会需要用到的 软体 你要能够 很熟悉 像PowerPoint 像后面我们要讲到 Desail 或者是说我其他课程有提到的像 Photoshop 或者是下学期会提到的 像 比如说像 做网页的这种 Dreamweaver的软体 或者是说 基本上现在要行销的话 可能要懂得怎么样去建一个YouTube的频道 或者是说还有相关 云端的各种的应用 这种软体 当然都是 这个办公室 你在应征工作的时候 会不会 这个 询问到的 就是你懂不懂这部分 请各位先试一下 1到4部分 这个投影片1的这个 题目部分 试试看 做完之后可以试试看那个投影片2的部分 好 好 画面 好 图 谢谢大家